请收看 维新世界 用心看台湾 全民健康保健 健康是生命的基石 是人生幸福的泉源 拥有了健康就可以去创造一切 这是人生最为宝贵的财富 全民健康保健节目邀请到台湾最优秀各科专业医师群 跟我们一起来守护您的健康 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 杨敏兴阳医师 杨诗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台中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泌尿科的主治医师 我叫杨敏兴 我们前面有谈了很多个跟这个泌尿系统有关系的一个病状 膀胱过动啊 膀胱疼痛症候群啊 还有一个情况 我非常想要了解 因为这是我自己有亲身经历过的 有一次搬了一个很重的东西 然后自己自不量力嘛 想说应该可以搬得起来 就没有做任何的准备 就把它拿起来突然觉得不太对劲哦 好像有一点点的异状 湿湿的 下面湿湿的 对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尿湿镜吗 尿湿镜 是 不过从您的这个描述听起来 您应该还是属于轻度的 轻度的尿湿镜 偶尔几次 这不是常常有 这不是常常有 所以我没有把它当作说我一定要去 去就诊 对对对 但是如果症状比较严重的 您一定要去看医生啊 对 那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尿湿镜 尿湿镜它可以分为哪几种 尿湿镜 那主持人您刚描述的非常的 气体 对 非常的有画面 这种就是应力性尿湿镜 就是说受到了一个力量 肚子用力以后 不管是咳嗽 打喷嚏 斑重 这种用力以后才漏尿的 我们叫应力性尿湿镜 那另外有一种 我们上次有提过膀胱过动症 太急迫的时候才漏尿的 我们才叫做急迫性尿湿镜 那另外还有这个 常见在男性受限肥大 或是说神经受损膀胱无力的人 它的膀胱平常里面排不干净过胀 可能平常积着500600cc以上的尿 那它是满出来的 就是水库太满漏出来的 这叫做满异性尿湿镜 对 我们最常见可以分成这三大类 这三大类 这是出门造成不变啊 那造成尿湿镜的原因呢 造成尿湿镜 我们今天先讲应力性尿湿镜 像刚才我的那种情况 应力性尿湿镜的原因 其实女生比较吃亏 我先解释 从头到尾讲的都是女生 我先解释为什么 女生比较容易有这个尿湿镜的问题 这是今天这个算是男生的剖面图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是阴莖 那中间这个就是我们的尿道 那这里是男生的膀胱 这个膀胱下面一出来遇到这个就是摄物线 这颗就是摄物线 后面就是直肠 那你可以看到男生的尿道从这个出口 一直到外面这么的长 多了好几倍 多了好几倍 多了应该五六倍有 所以你就想一个水管很长的时候 跟一个水管超短的时候 它漏尿的比例当然就不一样 我懂 因为长的话 我可能一出力 它才到一点点的位置而已 对你看女生 女生的尿道就这么短 女生 这个解剖图上次有看过嘛 女生的膀胱在这边 这个是女生的尿道 就这样一点点 那这个红红的是女生在憋尿的肌肉 所以你如果一用力 这个肌肉来不及关紧 就会漏尿 男生 应力性尿失禁 大概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当我们男生得了肿瘤 或是说因为一些因素 你把摄物线做移除 摄物线拿掉了 那这时候没有摄物线帮忙挡住的时候 男生才比较会出现 应力性尿失禁 他原本的位置应该要有东西的 对挡住 挡住 对现在没有的话 那这个红红的部分 这个也就是你刚才的肌肉 对男生憋尿的肌肉 范围也比较大呢 吃亏了 对 那我们换讲回归正题 讲女生为什么会容易 应力性尿失禁 那不外乎几个原因 首先最常见的就是生小孩 生越多胎 我们的骨盆底的肌肉会越松弛 它会越难去把尿道压扁 我们平常在咳嗽的时候 肚子会用力 会有一个压力 想要把尿从膀胱挤出来 但是同时呢 我们的骨盆底肌肉会形成一个支撑 我们这个压力跟骨盆底肌肉会合力去把尿道压扁 那所以我们就不会漏尿 但是当你生很多胎或是你年纪越来越老化 它退化了 它松松的 它就没有办法形成这个压扁的效果 就等于那个门啊 松动了 对 你压下去它门鬼就跑了 你讲的很好 我觉得你形容的非常 比我讲的更好 这个压扁 那就是等于这个下面这个门啊 它松动了嘛 你一压它它就跑掉了 它跟着跑 对 所以就压不扁 那第二个就是肥胖 就是过重的人 它当然可想而知嘛 它肚子的压力就会越大 它就会越容易漏尿 那再来就是抽烟 抽烟的影响也很大 因为它会让我们这边的 不管其实全身哪边的构造 都会比较退化 那再来更年期也有影响 在我们停筋以后 我们平常 憋尿除了刚刚说的这个肌肉收缩 肚子用力的时候帮它压扁 还有一个靠的就是我们黏膜 黏膜要够风润 它够风润的时候 也会形成一个挡板 去把它挡住 但是更年期以后 它这个黏膜会萎缩 因为没有女性荷尔蒙的刺激 它萎缩到一个程度 它就会松松开开的 那可以补吗 我们有这个局部的 女性荷尔蒙的药膏 可以涂抹在阴部 会有帮忙 这是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我刚刚突然想到说 可以补吗 是因为说之前我们还有 很多那个前面讲的 那个医美的一些特殊症状来 治疗上你想象的很好 我们现在真的是有这样子的手术 就是透过打针的 打针的方式打在刚刚说的这个 这个尿道 现在是尿道关不紧 我们可以透过打针的方式 打一些填充物 在这个尿道 帮助它这个门可以关得起来 那我们打的东西有两种 一种是 就是前几有提到的玻尿酸 长效型的玻尿酸 不过它 因为它的问题是它 大概半年后会吸收 它会吸收掉 那可能就会比较快复发 那现在有另外一种是 一个水分子的聚合物 它就比较不会吸收 所以打进去以后 它可以维持的时间 就会非常久 水分子的聚合物 这个我又突然想到 是不是人家 丰胸在 不太一样 丰胸用的东西 它比较不会直接接触到人体 因为它是 它还有一个东西包覆住的 对包覆 但因为我们现在 打进去的填充物 它是会直接接触到 我们的粘膜啊 肌肉这些组织 所以它必须要不跟人体 起冲突起反应 所以现在 现在安全的就 就这两种 一个就是玻尿酸 玻尿酸 那第二个就是这个水分子聚合物 都是非常安全 真的是有意思哦 那这个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 硬力性的尿湿劲嘛 那它的治疗方式有什么方法 嗯 硬力性尿湿劲的治疗 我们一样分一二三线 一二三线来讲 是所有的部分 它都有 有轻有严重的 循序渐进的 对我们都是循序渐进 那我们一开始会从 症状的严重度 来做一个区分 如果像主持人刚刚提到 偶尔搬中咳嗽用力的时候漏一点点尿 那这个尿其实 无伤大牙 你平常是不需要用护电的 我们叫做轻度 那当你平常必须要使用到护电 你也是用力的时候才会漏尿 每天会需要使用护电保护的 叫中度 那当你如果是稍微从坐着起身 床上爬起来 走个楼梯都会漏尿的时候 那这种就叫重度 那轻中重 在轻度跟中度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透过所谓的凯格尔运动 骨盆底肌的复健 来让这个刚刚说松掉的肌肉做加强 它兼顾有这个支撑力的时候 轻度跟中度的漏尿就会改善 那这个凯格尔运动 它的做法我们等一下再讲 我们先讲第二线的处理 当你这样子做 两三个月以后 你的漏尿还是让你觉得生活很困扰的时候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考虑 刚才提到的尿道注射 尿道注射就是我们注射一些填充物 让它门可以关起来 那这个注射对于严重 相当严重的病人 效果是没办法完全 他可能注射完以后 从每天要换 比如说三块护垫好了 变成需要还是要铺护垫 但是程度会下降 那所以我们要看它的严重度来决定 所以严重的人 我们可能就会直接跳过这个第二线 直接做所谓的手术 尿道悬吊的手术 尿道悬吊的手术 对一个吊带手术 这个就没有办法想象了 好我们再拿模型解释一次 刚刚说到我们这个骨盆底肌肉 这边失去支撑对不对 但它这个支撑不是像大家看的是下面这样一片 它其实是支撑在我们这个尿道的后面 所以我们的悬吊手术就是 在我们的尿道后面摆一个 摆一个吊带 我们人造的吊带 这个吊带是坚固的 会在后面支撑住我们的这个尿道 所以把它捧起来有意思吗 把它捧起来 你形容的真的太好了 所以当我们手术完 在咳嗽的时候 因为它现在后面有一个坚固的组织 就是这个吊带支撑住了 它就可以把尿道压扁了 对这就是所谓的尿道的悬吊手术 就是因为它因为我们一直是往下锤的部分 然后你只要轻轻一用力 甚至你不用力它就它就往下掉了嘛 那现在就是把它捧住 让你让你不用出力 然后它不会不会那个直接掉下来的那种感觉 它就会支撑住 你在用力不管你出多大力 它还是捧在那里了 它一直在那边 那很有安全感 就会压扁 压扁就不会有鸟 那很有安全感的 对是 那还有呢其他的下一个 其实一般八九成的病人到做了尿道悬吊手术以后 他的症状就会改善 那剩下一部分没有全好的 他可能本来漏尿的程度量也都会变少 那我们就会到此为止 除非说他漏尿的症状真的非常厉害 那才有需要再去做 比如说这个人工扩约肌啊 或是说做一个尿液的分流 但是这种情况发生的比例非常少 因为这些手术相对都是比较有伤害的 风险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手术一般到尿道悬吊 大部分病人就会改善 对因为你刚刚后面讲到那什么扩约肌 三期点上就出现了好几个问好了 扩约肌在哪里 不知道 扩约肌就是我刚刚提到这一块 这个在外面负责关闭尿道的肌肉 关门的那个肌肉 对 我说不公平的那一块 那大概的已解了 那刚刚我们有提到嘛 在饮食的部分 我们避免使用刺激物嘛 对不对 刺激性的东西吃法 真的是其实会有很大的影响 对 饮食 饮食其实来讲 对上次说的膀胱过动症很有影响 但是因为我们这一次讲的这个应力信尿石境 它是完完全全的结构上的问题 所以这时候吃饮食反而调理就没什么作用 反而是要透过运动来做复健 那吃的部分没有太大的影响 要透过运动来复健 那就是刚才你回到我们刚才前面讲的那一个 凯格尔运动 对 那这个凯格尔运动 我们请杨医师来跟我们大家讲解一下 因为这个有过程的有步骤的对不对 就是如何操作凯格尔 凯格尔运动它一开始要执行 最重要的是要怎么样用对力气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凯格尔就是 你就是缩钢 就是像憋尿这样憋大便这样用力就行 但是我们其实在研究的时候发现很多人 尤其是比较年长的长辈 他认为他有做到这个收缩 但其实他是没有用对力的 对因为常常我们听您这样子形容 你说收缩 应该怎么说 您在讲这些词的时候 我的某些部分 哪些部分要用力 要用力 我们可以讲的更明确一点 男生的话 先讲男生 男生的话你可以想象 一个就是你在解尿的时候 你试试看 做这个憋尿或是缩钢的动作 只要尿有变慢 那就表示你用对力 或是说你可以想象 要把自己的阴筋往后缩的这个想象 会比较容易用对正确的肌肉 那女生的话呢 你可以在做缩钢动作的时候 一根手指头放在阴道里面 涂个润滑剂放在阴道 你如果觉得手指头有被阴道夹住的感觉 那就表示你的骨盆底肌肉是用对力的 那常常发现用错力的是 你他认为他是骨盆底肌在用力 但是你去摸他的肚子 他肚子是硬的 他变成是只有肚子在用力 但是下面的骨盆底肌肉没有用力 说刚是不是就是屁股夹紧 类似 对就是屁股夹紧 就是我们很想大便的时候 但是找不到厕所 憋大便的这个动作 他也是用到骨盆底肌肉 但是我们如果要更加的明确去收缩到这个前端的 说刚刚是后端嘛 前端憋尿在前面的话 那就可以想象像我刚刚提到的男生 就是把阴晶往后缩 女生可以试着把手指头放在阴道 看看这样子用力是不是正确 这是最能够清楚明了的知道说你有没有用对地方 对然后我们其实医学上有一个仪器是可以帮助大家用对立的 它是一个生物回馈的机器 我们会放一个感知器在男生放肛门女生放阴道 然后会有一个荧幕 然后请他收缩 如果你说对了你就会看到这个漂亮的波形的起伏 那如果说错了 它这个波形就不会有变化 对也可以辅助 然后当你用对立以后再来就是每天做的次数 我们一般都是早上跟晚上各做一个循环 那做这个循环的时候 我们有分快速收缩跟慢速收缩 快速收缩的用意是因为希望当你在咳嗽或是搬重的时候 它可以关得住嘛 所以这个快速收缩 我们一般只需要做两到三秒就可以放松 就是缩钢做两到三秒 然后放松两三秒 那再做下一次 这样子反复做十次就可以了 就是早上十次晚上十次 然后做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我们这个快速收缩是模拟 你在肚子用力的时候要憋尿 所以你做的时候同时可以让肚子用力 反而可以让肚子出点力 来模拟你在搬重的状况 然后缩钢这样 那另外一个是慢速收缩 慢速收缩是要训练这个肌肉的耐力 那我们就会希望从五秒开始训练 缩住 然后一二三四五 那渐渐的练到十秒 就是十秒 然后也是一样早晚各做十次 这个过程其实听起来蛮简单的 但是你要去执行它 你第一个必须要先找到你用力对的地方 然后你去感受它 对不对 我觉得这需要点想象力哦 对 你就是紧缩的感觉然后放开 紧的感觉放开 对 但是不是我的手啦 我现在是你手说比例啦 模拟 对模拟一下 大家要去想象那个感觉 那其实这个即便是你没有什么泌尿科的问题的时候 你其实可以常常做这个动作 平常没有漏尿的人也可以练习 特别是女生 因为其实凯哥尔运动常常被妇产科缩在产后开始做 对我那时候听到凯哥尔运动的时候 是其实是因为生产的生产部分的时候 才会想说因为那边小朋友要从阴道口出来嘛 然后他就是要做一些紧缩的练习 对所以这相对一样的 一样的意思 是 嗯很好玩耶 对 那我们就是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练习 那在这个尿湿镜的部分 在您的门诊里面有没有一个比较特 有没有遇过一些比较特殊的状况 我讲一个最近的一个老太太 一个80多岁的阿嬷 它当初是因为骨盆脱锤 骨盆脱锤不知道您有没有概念 骨盆脱锤是跑错位置了吗 掉下来吗 东西掉下来 我们再拿这个模型解释一次 这个是我们的阴道对不对 对 阴道的前面是膀胱后面是直肠 那当我们也是生很多胎 或是说这边的结构脆弱以后 其实膀胱它可能从阴道这边突出来 骨出来掉出来 或是直肠 甚至有的是子宫会往下掉出来 因为它没有弹性了 它没有支撑力了 它没有支撑力的时候 它就会跑 松垮掉了 松垮掉 这个就叫骨盆脱锤 那常见的就是你在用力以后 会摸到你的阴道 骨一大块东西出来 那它掉出来的东西可能是膀胱 可能是子宫 可能是肠子 那如果你掉出来的是膀胱 它会让你解尿困难 因为大家就想你的膀胱从阴道挤出来 它会去压迫到尿道 并且骨出来的这一部分的尿 尿不容易排干净 对所以这个阿嬷它是以前膀胱脱锤 从阴道掉出来 那去做了悬掉手术以后 那做完以后才发现 哦原来它还合并有 硬力性尿失禁 它本来是尿不干净 结果做完手术现在变成会漏尿 那所以来看诊 那它来看诊的时候是非常难过 因为它觉得它已经手术完了 但却开始漏尿 它只要从椅子上站起来 它就会漏 那我跟它讨论完以后 因为它年纪很大 它也不想做比较大的手术 是 所以我就把它做这个尿道注射 从尿道去注射刚刚说的这个聚合物 那注射完以后 因为这个尿道注射对于中度以前的都有百分之比较好的效果 但是它听起来是重度 因为它是比较严重的 对所以我本来术前是跟它说 你可能症状会改善但不会全好 结果它打完以后居然就全好了 它就从椅子上站起来或是平常用力都不会漏了 所以当它治疗的蛮开心的 对因为觉得说它的问题有得到改善了 这真的我觉得漏尿啊尿失禁这个对于我们的生活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如果医生能够帮我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我想要去哪里我都还可以跨出这个门 比较能有社交可以出去玩 总不能老是黏在厕所旁边吧 这个是很伤脑筋的 所以我们大家都很希望说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对不对 那关于泌尿科的部分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可以谈 我们今天谈的一系列的状况都是属于排尿系统的部分 那我们非常感谢杨医师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那希望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听到杨医师跟我们分享 其他有关于我们一样泌尿科部分的一些其他的问题 非常感谢您 好谢谢主持人 全民的健康我们一起来保健 感谢您的收看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передBI源ket проф sailing 顶理 製作人 从此之谷的民意 听完之后我们再去看 千里的孤雷 永远丁心愿 永远 才会 才会